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年也越来越火 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成了一个打卡拍照的点 这个地方原来是个矿 废了以后就变成了这么一座鬼城 这是他们的一个办公室 到这来的人必须先到这要打卡 很有意思 这个鬼城现在归他们管理 门口有个进鬼城的虚枝 很有意思的虚枝 其中有几条 有一条就是如果你是傻瓜蛋 建议你别来了 因为你可能看不懂这的艺术 这个门上还写着We don't run pigs 我们不出租 我们不出租的虚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大量的、废弃的、很有年代的一些东西 处处你可以感受到历史 这个车有历史吧,有年头了 但是仍然色彩鲜艳啊 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应该是 这叫RV,大家看看多小 木头做的 这里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两个人啊 哇,这边 动物了 这个颜色 从标志上看,应该是可爱丝乐的 给他们拍两张照片 确实很酷啊 这要站一个模特也一定很漂亮 这个鬼城呢 现在有大量的这种仪器的古老车 奇形怪状的 闻所未闻的形状 在这中能见到 都是一百年前留下的车型 能搜集到这么多 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喜欢老业车的人 真应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因为很多车型 你可能过去也从来没见到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鬼城的历史啊 其实最早他不叫Nelson 在1775年的时候啊 是被西班牙人发现这个地方 在这儿他们发现了黄金金矿 后来碳矿者和矿工 就开始运用到这儿来形成一个淘金热 后来被称为Nelson 他是以采矿营地的一名 被美洲援助居民杀害了的领导者 他的名字命名的 后来一度这里曾经非常繁荣 矿工数量曾经达到500多人 大约在1942年左右 金矿开采结束了 这个城镇也就逐渐的没落了 人们都搬到拉斯维加斯或者Reno 2000年 这里建成了一个真正的鬼城 是拍摄电影的绝佳之地 著名电影惊天骇地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本人呢 非常喜欢探访这种鬼城啊 或者叫废弃之城 因为在这些地方 你真的可以体验到一种历史 从来你体验不到的一种感觉 在现代生活里你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 我往往找一找 这有什么古镇的古城啊 废弃之的村落没有 这些年确实在美国加拿大 也拍了若干个这种废弃的鬼城 但是 Nelson这个鬼城呢 给我的感觉是 它的规模最大 可拍摄的内容和题材 最多 最完整 因为在其他一些小的地方呢 也有一些 但是没有这里 他这个题材这么集中 这么完整 据说在内华杂中 一共有六百多个鬼城 大大小小 Nelson我想应该是最大的了 有人群的地方 就有教堂 这是当年的一个教堂 五百多人的村子肯定要有个教堂啊 这个教堂现在只保着一个框架 我们进里面看一看 里面还是装修了一番 但是玻璃都没有了 是偷疯的 这个教堂现在用来办婚礼 很多人到这个小鬼城来 拍婚纱呀 就在这个教堂 牧师给他们主持婚礼 大家看几张网上的照片 真是不是一般的情调啊 外面是鬼城 里面是婚礼 我也拍了几张照片 留作纪念 这个钢琴还是蛮吸引我的啊 破的已经不行了 我在那还弹奏一曲 也算留个纪念吧 据说我这专业还挺 姿势还挺专业 这还有个破飞机 这个飞机 据说是当年 在这拍过电影留下的 这居然还有老式的飞机 从这标志上看 那位就是美国海军的飞机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啊 这个鬼城后来很出名 很多电影在这 作为在这拍摄场地 所以给它带来了 更多的名气啊 拍完了电影 很多废东西就留在这了 这还有一架飞机 好 我们离开鬼城了 鬼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将来有机会 还会再来 可以认真地好好拍一拍 看看别人在这拍的婚纱 坐在浴缸里啊 也可以拍一些环境人像 在光线好的时候 这个大分车 放上一个模特 是不是特别的棒 没有模特 我也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他叫Nelson Nelson在内华的轴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 点赞 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